新北市政府协同法务部连政署举行新北智慧城市企业服务连政平台交流座谈会 希望强化公司部门跨越合作 共同协助企业诚信治理 促进国家与企业永续发展 为了深化公司部门交流并强化企业诚信治理及永续经营 新北市政府协同法务部连政署举行新北智慧城市企业服务连政平台 企业诚信永续前行交流座谈 邀请了产业界人士200多人共同参与 市长侯友宜出席时表示 新北市政府成立平台就是希望能够成为公司部门重要的沟通管道 解决企业的疑虑 推动减证辩明政策 让城市可以更进步 今天讲的是企业联盟和服务平台以及公司部门 大家如何来借钱 让整个企业跟公部门如何在推动过程当中 展现更够的效率 更够开心特别的办事 让我们的城市能够进步 新北市在111年成立了 新北智慧城市企业服务连政平台 透过服务相关企业厂商 搜集及处理厂商意见 并办理联席会议 深化交流 企业讲习 企业座谈 诚信指引 设置网站等工作项目 强化公司部门的跨域合作 协助企业诚信治理 让公司部门新手营造 连能优质投资的环境 促进国家与企业的永续发展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